12月5日,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退休教授李志鱼去世,享年85岁。 该消息一出,文尔门纷纷表示惋惜,而宋家也光速发文道年恩师,并晒出此前两人的合照。 据悉,李志鱼老先生曾出演过许多经典影片,1979年《哭闹人的笑》和1980年的《八山夜雨》继续得了不错的口碑。 1985年的徐彭宏更是让他获得第三届电视精英奖最佳男主角。 李志鱼老先生的家里是演艺世家,他和哥哥李维李农并称为护上影台三兄弟。 妻子洪容和女儿李云也都是演员,如今李志鱼老先生去世,泛泛只愿逝者安息生死而如私。 我爱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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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? 真的?